總統呢並於12月30號就公布 今年4月1號已經正式掛牌了 不是說我們不能廢止這個法律案 究竟是我們立法院草率的通過我們的三讀法案 又或者是現在要草率的來廢止這個案件 技福中心 我們在2001年3月成立之後 歷經了經濟部前研考會 院資安辦等機關委辦 以及督導的各個階段 除了協助行政院資安匯報 逐步的建置政府機關的分級管理 國家資安防護管理平台等重要的機制外 同時也提供了政府機關的事前安全的防護 适中的預警應變 事後的復原建設等資安的技術服務 都有助於提升政府的整體的資安能量 加上各界普遍認為 資安涉及國家安全 不應該長期以委外的方式來辦理 又資安具有高度的專業性 所以相關的資安人才也相當缺乏的情況之下 既有的行政體系根本沒有辦法承接任務屬性如此複雜的資安任務 若改由具備智庫幕僚技術研究 還有系統開發專業服務以及訓練推廣能量的這個技福中心 其實我們轉型行政法人承接相關的資安業務 其實也是現階段相當好的選擇 但是立法院我們提出的廢止案並非一個正確的決定 即便我們廢止了資安中心的設置條例 其實就是恢復了現有的科技部委由資策會的一個狀況 經費其實早就編列好了 所有的人員呢 今年的工作完全不受影響 但是一切只是回到原點 過往我們對於資安的努力其實就形同白費 此時因為人心不安造成的資安戰力流失 景況其實我們只會更糟而已 對於國家的整體資安威脅的掌控其實是扣分的 因此對於本條例有爭議之處呢 本席建議我們適合修正但是不宜廢除 同時我們可以等待新政府上任之後再決定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許委員 現在已經花園完峻 我們就開始進行處理 請務院會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予以會旨有益 如無下 如沒有意義 我們做以下決議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予以會旨 第六 第一